上一世,秦燕死在了我为她冲喜的那夜 她生前,我恨她求我于申院,拆我与太子的姻缘 更恨她罗织罪名,害我全家 可原来,救我性命,许我白手的人是她 忍辱负重,护我全族的人也是她 而她却死了,黄泉路冷,我为她放了一把火 火还翻涌,我躺入她的关中 秦燕,今夜你我成婚,死官虽小,共诊足矣 在睁眼,我重生回到了七年前 床侧的俊美少年正姿态懒散的垂眸 冷冷凝视我,头怀送抱,自见整袭这种事 苏小姐是什么时候开窍的 重生后,我又见到了那个全是滔天 却短命不得善终的少年 这一年,苏明炎为了误我铭结 把我要醉之后,送到了名声糟烂的秦少公子 秦燕的床榻上 我用指尖倾触秦燕的脸,那张脸 不再是死后入关时的江冷枯稿 也不再是中毒后,缠绵病榻的苍白青瘦 眼前的少年滋容绝艳,恍惚如梦 我捏了捏他侧脸的薄肉 他肤色偏白,我根本没用力 那处就已经红了 秦燕的神色立刻变了 苏小姐这是何意 他反握住我的手腕,声音很沉 气息却微乱,抱了这么久 都没够,还上手 我被他按得有些疼,只得无奈收回了手 却舍不得收回目光 我定定地瞧他 他穿着宽大的月白长袍 胸襟不知何时竟被我压出了褶皱 他漫不经心地抚平 看似还算平静 好冷淡啊,冷淡到不像后来的他 也罢,毕竟 秦燕在这一年才只有17岁 他还没长成那个全倾天下的暴力疯子 还是个没吃过肉的小狼犊子呢 我缓缓勾起嘴角 欣赏着这位大奸臣年少时的模样 故意逗他,秦少公子 我都已自荐整齐了 还怕对你上手吗 秦燕难得神色为僵 看我的眼神透出一丝亚意 他似乎不大相信 是人眼中最端庄淑仪的太夫妇嫡女 我,竟会说出这种撩拨风月的话 其实,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那些外人所见的模样 本就是我装的 重活仪式,我也算亏得半分先机 这世上擅长伪装的人 又何止我一个 譬如眼前的他 秦燕看似遵循礼教 一身清冷如明月 可我却知道 他只不过是在竭力克制着自己的反骨罢了 上辈子 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便爬上高位 手段齐绝 秦燕出身不好 从小受多了白眼 慢慢养成了喜怒无常 偏执狂辈的性子 他生平最厌恶的 就是那些教条礼法 我曾被他求在身宅 三百多个晨昏日夜 他每每看向我时 眼神都病态而专注 像急了一头不知满足的饕餐 时刻酝酿着撕扯啃咬 吞我入腹 那才是真正的他 而眼前这个 和 和我那京城第一彩女的名头一样 装的 秦燕与我对视了半上 他冰冷阴郁 我沟醇浅笑 春风话雨 无声拿捏 终究是他先侧过了脸 声音淡淡地提醒 苏小姐入了别人的局 此时再不走 可要来不及了 我这才意犹未尽地收了下 环顾四下 这场龌龊的局 我自然记得 出自我那装了 十数年小白兔的 树妹苏明炎之手 这一年 我江江吉吉 父母安好 家族昌盛 我是太夫妇的嫡长女 父亲精心培养我 诗话文末 琴棋玉设 样样不曾落下 世人都赞我温书怀彩 端方柔家 就连圣上 都透出了 想要为我与太子赐婚的意思 不过只差一则明指而已 上一世 我收敛性情 一步步成为 士族贵女之楷模 只为以后能做一个 让人挑不出错的太子妃 可我那个自小乖顺贴心的树妹 在柔弱卑微的外表下 却有着比天还高的野心 她看上了太子妃的位置 她想抢 终于 苏明炎借着与我一同来 为秦老夫人喝手的机会 将我迷醉 送到了秦燕的枕边 我若与她共处一世 被外人知道 自然会染上一身污糟 然而 苏明炎这一局 到底还是看清了我 也看清了秦燕 秦燕有反骨 罪恨被人利用 所以上一世 她非但没有碰我 反而帮了我 而今回想 原来秦燕竟是从这一年开始 就已经在护着我了呀 我有两个选择 破局脱逃 然后再教训苏明炎 毕竟此事一旦张扬 将涉及家族颜面 又或是 将计就计 将苏明炎返朱 当时 我顾忌家族荣辱 选择了前者 后果便是苏明炎 变本加厉的作妖 所以这一次 我抬眸朝秦燕笑了笑 秦少公子 既然人家已经设好了局 不如我们就先喝杯茶等一等 有些害虫 还是直接原地捏死 比较清静 秦燕听罢 目光似审视 语气又带了些慵懒试探 苏小姐不怕与我扯上关系 会被拉入泥潭吗 我端起桌上的茶盏 唇角青阳 秦少公子 省省吧 你才不会把我拉去什么泥潭的 我也曾一度以为 他会把我困在泥潭 可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给我的 是世上最纯粹 最温柔的净土 秦燕看着我 忽然伸出了手 他拦下了我准备喝茶的动作 秦少公子 我疑惑 他淡淡答 别喝这盏 嗯 为什么 茶凉了 嗯 我乖乖放下 我有胃疾 凉掉的吃食茶汤碰一罐不碰 蓄于的安静之后 忽然 我猛地抬头盯向他 上一试 我中了药 昏沉不醒 秦燕最后是用一盏冷茶将我泼醒的 泼醒我之后 他便赶我离开 语气凶得很 可这一试呢 这盏茶还在 他没有泼我 没有凶我 也没有急着把我赶出去 我是怎么醒的 我试探地动了动身子 才发现 腰上的位置 好像有些疼 秦燕上辈子当了大奸臣之后 就成了一头爱啃肉骨头的恶狼 可我错把珍珠当鱼目 看不见他的好 觉得他奸恶至极 一味地恨着他 自是不肯轻易让他如愿 他求不到 又不愿勉强我 便会掐着我的腰 一口一声叫我喵喵 装独子一样 让我可怜可怜他 所以 我这腰间熟悉的痛感 难不成 他是把我掐醒的 一云浮上心头 我试探道 秦少公子 你下手这么重 我会疼的 若是上辈子的秦燕 听到我这句话 必会眼红生卵地放缓语气 可此时 秦燕眸中的音域 非但没有化开半分 甚至轻轻地喝笑了一声 苏妙小姐迷醉酣睡之时 似着了梦眼般又哭又笑 我一靠近 你便抱我不放 我想正开 苏妙小姐便拥得更紧 还哭着说 她的语调微微一顿 我的心也跟着微微一颤 我 说了什么 秦燕的声音很沉 唇角却挑着一丝 鸡翘的浅糊 你说 你生时不能与我和勤 死后定要与我和焚 你还说 黄泉路冷 不让我一个人走 你要来陪我 我一时无言 她的目光转向桌案上的茶展 本想用冷茶颇醒苏小姐 可你越说越离谱 也越抱越紧 我便下手了 力道虽重 却也是为了让苏小姐尽快摆脱梦魇 我望着她 细细思量她话中的每一个字 竟然找不出一丝破绽 原来她并非蓄意温柔 是我误打误撞 扰乱了上一世的事件 一瞬间 巨大的失望袭上心头 窗帘透进来的微光 打在她的侧脸上 将她整个人照得如梦如幻 她在开口时 语气轻而慢 带着淡淡的疏离 彻底打碎了我的梦 苏妙小姐的梦话怪有趣 不过我惜命的紧 不急着走黄泉路 也就不劳苏妙小姐做陪了 我点点头 是啊 人人都惜命 没有谁想死 可那么惜命的她 上一世 却没有活过25岁 我红着眼 温笑着望向她 知道了 今日秦少公子帮了我一次 我以后必会每日 祈祝秦少公子长命百岁 必栽免获 许是我说的太过真诚 反倒显得不可思议 秦燕定定地看着我 目光探究 我却没再解释 而是将衣衫和发际整理好 端庄仪态 只带猎物的到来 我知道 很快 苏敏妍便会掐好时辰 领着太子来寻我了 果然 未出半客 便来了乌央乌央的人 堵住了秦燕的门妃 门栓未言 他们轻而易举便破门而入 门外 第一声故作疑惑地发问 当然出自苏敏妍之口 姐姐 你为何会睡在秦少公子的卧房 在活一世 我重新打量苏敏妍 她虽是庶女 可因姨娘早死 她从小便养在我母亲膝下 与我一起长大 我母亲从不曾可待于她 我身为嫡长姐 也处处关照她 但凡有衣衫首饰 都不会忘记她 可她却嫌少穿戴我们赠她的东西 她喜穿素白色 但诗粉黛 目为簪 欲为环 她善烹茶 总会在煮茶时念茶圣的诗 不限黄金雷 不限白玉碑 不限朝入省 不限目入台 唯限西江水 曾向净陵城下来 我曾以为她这是性情淡漠 与世无争 才不喜欢那些繁华锦簇的零罗 可原来并不是 她只是从小便明白 在人前示弱装穷的道理罢了 她越是乖顺懂事 一群素朴 人们便对她越是恋爱 更何况 人要翘 一声笑 苏明言便是深谙此道 她以为这样 便会激起太子的保护欲 她以为太子 当真如传言中那样 是天底下最温润和善的人 我对苏明言笑了下 你刚刚说什么 她大约是没想到我尽一丝不慌 所以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 但她装了十数年 今日这局是势在必得的 她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她的神色从疑惑转为惊怒 连眼睛都染了红 真就像是在为我痛心似的 姐姐 你醉了酒 应该去客房歇着 怎可睡在秦燕公子的寝房 啪 我直接扇了她一镜耳光 她半边脸通红 甚至被我的指甲划出了血痕 她不可置信地呆呆望着我 看热闹的众人也安静了下来 我揉了揉手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睡在秦少公子这处了 父亲母亲平日速来教导你我 在外为客 须谨言慎行 我不过来找秦少公子借阅穿玉智 你却在人前大肆宣扬我醉酒 寻到此处 出口便是胡话 你是想败坏我这嫡长姐的名声 还是让太夫妇蒙羞 这一耳光 你挨得冤吗 我端的光明正大 在苏明言的计划里 我本该在这间房里昏睡不行 任由她泼脏水才对 再或者 就算我醒了 也该像上一世一样 为了家族的颜面 忍过一时 不会在人前戳穿她 把姐妹争斗摆在明面上 偏偏我收整好了一切 静坐在这里等着她 人们不瞎 此时此刻 秦燕的房里 床铺整齐 我的衣着 亦是一丝不苟 此处微惧之人 都出自高门氏族 深宅之内的龌龊市 谁没有见过 我稍微一提 他们自会想透其中观翘 我就是要故意说出来 让这些氏族之人明白 他们都被苏明言当成了棋子 从今以后 他们再也不能相信苏明言的一个字 果然 我淡淡地扫了一圈 人们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之后 脸色都十分难看 苏明言挨了我的耳光 眼中划过恨意 然而下一秒 便又成了满面委屈 我见犹怜的模样 可惜 不会再有人为他说话了 人们纷纷告退散去 周遭变得安静下来 苏明言红着眼睛望向了太子 殿下 他欲还休 太子没有应声 却走到了我面前 问我 妙妙 手疼不疼 苏明言震惊地看着太子 死咬着唇 他肯定是没想到 太子一向温润和煦 对他关照有加 可他这次挨了我的打 哭得这么狼狈 太子竟全都视而不见 他只问我手疼不疼 我与他隔世相望 太子荣誉 才华满腹 色若春晓 清雅出尘 他今日身穿一袭将子华服 山眉海睦 绘成了他俊美温柔的脸 世人皆说 荣誉性情温润 将来必成人君 上一世 我与他青梅竹马 我背负家族荣辱 曾立志要做好他的太子妃 将来还要做好他的皇后 我想过要与他一起看大好江山 繁华盛世 可后来都成了笑话 谁能想到 这么温柔的他 问我打人后手疼不疼的他 将来竟会杀我包地 抄我全家 害我苏世满门呢 而此刻 手心都红了 荣誉捧着我的手 轻轻地揉了几下 仿若是在心疼我 说来可笑 我直至现在都不太明白 他眼里的温柔 为何可以演得这样震 荣誉指尖微凉 像是山剑出容的雪 可惜我要的是能暖我的那一簇火 我没有急着抽回手 而是抬眸 下意识地望向了秦燕 我想知道 他会在意吗 从始至终 秦燕都静静坐在那里 不发一言 可我却分辨得出 秦燕的眼神比先前要沉了几分 隐隐透着一股子偏执的冷意 秦燕大约是不悦的 我正想着要不要去跟秦燕告个别 这时 院门处却又多了另一个久别而熟悉的身影 姐 你没事吧 怎么我一到秦家就听到了一堆乌七八糟的闲话 有人欺负你了 来人是我的胞弟 苏续 还活着的阿絮 他一边说 一边狐疑地瞪了苏明言一眼 显然是已经听说了之前的事 苏明言咬着唇 有些怕苏续 又把无助的目光投向了荣誉 苏续健壮 直接冷笑 苏明言 你看太子干嘛 你坑了长姐 太子哥哥难道还帮你不成 太子哥哥一贯都是以我姐为先的 你不知道吗 苏明言还在狡辩 我没有 我不是故意的 呵 有没有算计 你自己心里清楚 骂完了苏明言 苏续又转头向荣誉 站开一抹参笑 太子哥哥 你最护着姐姐了 我说的对吧 荣誉扬了扬唇角 嗯 阿絮说的没错 苏续听后笑颜更甚 卖好似的朝我扬了扬下巴 他穿着一身火焰般的红衣 发带飞扬 站在秋风里 散漫不羁 不演少年之气 我看着生命鲜活的弟弟 猴头有些哽咽 阿絮 剩下的等回家再说 苏续一贯听我的话 我记开口了 他便抱着剑 乖乖点头 嗯 姐 你还要多久 母亲让我来接你 荣誉也一如从前班做着戏 温身换我 妙妙 今日事多 你也累了 姑派人送你们回府 我看着荣誉那张壮弱温柔的脸 回忆起来的 却是他上辈子为了扳倒陈王 派我弟弟苏续去南疆查证据 又故意设计让我弟弟孤身一人 葬送在了南疆的毒虫蛇腹之中 我真想问问他 此时此刻 当他亲切地唤我弟弟阿絮时 可有过半分真心 上一世 荣誉以苏续血淋淋的一条命 揭开了陈王与南疆国勾结的帷幕 荣誉自然是赢了的 他拿着苏续用命给他换来的铁证 在金殿上装作悲愤怒疾 剑指陈王 他骗了天下人 也骗了我 其实 毒虫毒蛇是他放的 天罗地网是他设的 从一开始 他就计划好了 要拿苏续的命 来当他的铺路石 可是 阿絮也与他一起长大 阿絮从小就跟在他身侧 如同信仰一般崇敬着他 叫他太子哥哥 阿絮刻苦练剑 是为了替他杀敌寇 阿絮自幼习文 是为了替他治山河 那是对他忠心不二 将生死都交付于他的阿絮呀 他难道就用这种手段 来遭见阿絮的命吗 阿絮死讯传来的那日 我尚且不知真相 我哭闹着求荣誉 求他把阿絮的尸身接回来 别让他就这么孤零零的葬在南疆 那时 荣誉也是这样 温身换着我 对我说 妙妙 你累了 孤仙送你回府 我不明白为什么荣誉 不肯接回阿絮的尸骨 最后还是秦燕找到我 我查到了你弟弟的葬尸之地 带我去 那时 我与秦燕并不相熟 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帮我 却不想放过任何一丝机会 所以我上了秦燕的马 连夜赶路 终于抵达埋葬阿絮的荒坟 最后请人掘粉验尸 到了那时 我才明白 怪不得荣誉不肯把阿絮的尸体带回京城 尸体上藏着他害死阿絮的证据 阿絮功夫好 一般的南疆毒物根本害不到他 他的死因 是一盏隐魂箱 那是荣誉专门用来控制死室的毒药 他竟用到了阿絮的身上 只是 荣誉又不知是在可笑地顾念着什么 狠心如他 人都杀了 他竟没有忍心焚毁阿絮的尸身 以至于最后还是让我查到了这一切 好在 重来一世 时间上来得及 阿絮还活着 他怕我受委屈 来接我回家 荣誉的太子之位还不稳固 他为了拉拢我们太父父 还要继续装作那个度化世人的温柔神佛 妙妙 虚伪的神佛又在唤我 他牵住了我的手 我醋眉 怪是我一时疏忽 思绪翻飞 竟在荣誉面前走神了 嗯 走吧 我抽回手 淡淡应了一声 至少现在 还不宜与这位太子殿下撕破脸 荣誉的掌心空了 有些失神的看着我 目光落寞 我侧过眼 只当瞧不见他受伤的样子 然而 就在我转身将走之际 身后的屋子里 却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喝笑 带着几分击翘 苏小姐 不来拿穿玉制了吗 是秦燕 她沉默了那么久 久到仿佛要被所有人遗忘的时候 终于开了口 我顿步 回头看去 只见 古旧的窗帘透着丝丝屡屡的光 撑着下巴望我 肤色苍白 角如寒月 她眉稍微挑 眼神似带着钩子 清美近腰 穿玉制在内饰的阁楼上 阁楼狭小 外人不得入 苏小姐恐怕得亲自跟我走一趟了 呸 什么穿玉制 天知地知 她知我知 那句话根本就是我为了洗脱苏明言栽赃给我的污名 才故意在人前扯谎的 她倒好 分明是想多留我一会儿 却又不肯直说 为了不让我跟太子同行 竟然拿着当起了油头 罢了 秦燕那间封闭的阁楼上有什么 我再清楚不过了 不就是挂满了我的画像吗 狼犊子 病疯子 先前装得冷冷淡淡的 还勉强像个人 这就忍不住了 我随着秦燕往内饰走 她在前 我在后 通往阁楼的阶梯又窄又抖 我先前中了苏明言的药 表面看似无恙 实则脚步发虚 才踏了几步木梯 便闲闲踩空 本来 就算踩空了 滚下去 甚至摔死 也没什么可怕 毕竟上辈子死前 我在翻腾的火海里 都能抱着秦燕睡去 这又算什么 但我看着前方高寿棋场的少年身影 忽然觉得她离我还是太远 我想抱她 想靠近她 于是 啊 上到最后一节接体时 我一脚踩空 故作惊呼 秦燕果然迅速回身 及时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就是便往她怀里栽 缓住了她的腰 听到了她的心跳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我唇角上扬 勾起得逞的笑 秦燕的身体明显一僵 很快 她便看出了我拙劣的演技 薄唇间溢出了一声病态的低笑 苏妙小姐 抱得这么紧 不嫌脏吗 这话听着耳熟 她问过我一次 上辈子 阿絮死后 她主动找到我 说要带我去阿絮的葬身之处 我码数很差 只能与她共成一匹 连夜赶路 秋风瑟瑟 我冷得打哆嗦 秦燕便将她的披风丢给我 我介于男女之别 死撑着不肯穿她的披风 她便语气计较 苏妙小姐是嫌我脏 那一夜 月光下 她明明在笑 眼神却阴郁寒凉 她是间计外事所生的树子 秦家乃高门士族 历经四朝风云 出过贵妃 出过宰府 而秦燕的生母 却是个勾来院的花魁 致死没能入秦家的门 经中士族很多人都在背地里骂她是个脏种 说她玷污了秦家的门楣 也因此 秦燕虽然被认了回来 却从来都不得她父亲的疼爱 她的院子 偏僻冷清 她的门飞 人人可破 没人把秦燕当回事 她安静地在阴暗里啃食着恨意 最终长成了一个病态的疯子 上一世 她这样说过之后 我便再也没敢矫情 我闭紧了嘴 劈紧了她的披风 乖乖缩进她怀里 她拽紧了缰绳也抱紧了我 我被她的温暖包裹着 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和马蹄声 心跳声很乱 身体却不再冷了 这一世 她又问我 嫌不嫌她脏 我把唇贴向她的耳阔 一字一句 秦燕 你不脏 你比谁都干净 脏的是你爹 她脏了你娘的身子 还脏了你的人生 脏的是那些拜高踩低的蠢货 他们的脑子早就被灌满了馊水 他们的污嘴 根本不配提你的名字 秦燕 这座秦府配不上你 早点离开可好 一阵落真可闻的寂静之后 秦燕忽然把头埋向我的颈窝 呼吸温热 似聊波又似细血 呵 苏妙小姐把我夸得这样好 我又该为苏妙小姐做些什么才好 简单我笑 我欲杀人时 你来做我的刀 我欲救人时 你来做我的药 我欲嫁人时 你来做我的狼 秦燕直勾勾地盯着我 瞳孔微震 凤眸极深 你的刀 你的药 你的 狼 秦燕就算装得在清冷沉没 骨子的病态也还是藏不住 那双眼睛里 分明汹涌着吃忘的情思 我索性去推阁楼的门 秦燕 别装了 我盯上我了吗 这里面 满屋子挂的全都是我的画像 我说的对不对 嘎吱一声 门开了 我却傻眼了 画呢 一幅我的画像都没有 夕阳余晖 透过窗帘 书卷整整齐齐 列满桂格 哎 这一年 是还没画吗 我没忍住 叨咕了一句 略微尴尬地回头 朝起燕望去 只见 苍白阴郁的少年眉梢微挑 薄唇勾笑 原来苏妙小姐是想让我为你做画 还想要挂满这间屋子 误会大了 秦燕从高阁上取下穿玉制一书 递到我的手中 我接过之后 便转身欲走 秦燕却忽然拉住我 捧起我的脸 眼尾泛红 目光是病态的偏执 声音里带着撩人的蛊惑 妙妙姑娘是怎么猜到我心思的 我把妙妙画满这间屋子 妙妙就是我的了 可好 明日就开始画 行不行 妙妙 妙妙 年少的疯子 也还是疯子 秦燕说着狂辈不堪的情话 唇齿间不断呢喃着我的名字 声音渐雅 语气渐轻 我仰起脸 看到少年漆黑的眸里 正翻涌着深渊般的欲念 秦燕 你从前真是好会装 我将唇贴在她的侧脸上 轻纹浅着 又迅速离开 秦燕错愕离顺 很快 她眼尾的红韵便越来越浓 在开口时 她嗓子已经哑得不像话 妙妙姑娘是小黎奴投生的吧 将人心勾缠走了 却又不负责了 她问得无奈又委屈 卑微又放肆 迷乱又克制 我但笑不语 只戏谑地望着她 我一直不知道秦燕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盯上的我 她此刻 是已经把我当成她的私有物了吗 那样说来 她盯上我 便该是在更早以前 我仔细回想 在我吉吉之前的年岁里 与秦燕的交集大约只有两次 第一次 是一个冬日 那年 下了一场锐雪 我带着侍女出门赏雪 本想寻个僻静之地 却误打误撞 看到了秦燕 她正被几个士族公子按在雪地里打骂 我又惊又怒地扬声喝止 那几人认出我的身份 碍于太夫妇的面子 终于肯收手散去 秦燕目光阴冷 始终绷着神色 固执地不肯示弱 直到那些人走远之后 她才终于绷不住 咳了几口血 血色烟红 落在哀哀白雪上 触目惊心 我下意识扶了她一下 掏出帕子给她用 又吩咐侍女阿春去寻人帮忙 可秦燕只亮呛了一瞬 便强撑着站回风雪里 不必 她垂眸钉向我手里那方 沾染了她的血迹的丝帕 薄唇间一出一丝自嘲的良笑 苏小姐还是离我这种人远些 免得脏了自己 她说完便走 奇长单薄的背影 与血色融为一体 那是我第一次记住她的样子 绝强 阴郁 狠 孤独 像是折服的兽 我与许多世家公子贵女们一同长大 世家交往大多以利为先 人们看不起秦燕 自然更不会去亲近她 这个见计所出 毫无希望的秦家数字 我却头衔颇多 太父府嫡长女 京城第一才女 未来的太子妃 所以 我一向是被众心拱跃的那个 而秦燕 一向是被孤立的那个 京中士族就这么几家 年年盛世欢宴 总有碰面的时候 自那次之后 我又远远地见过秦燕几次 她总是安静地坐在不起眼的角落 淡淡看着远处的喧嚣 眼底偶然间会闪过一丝不屑 我与她也有过眼神对上的刹那 我会对她玩耳是矣 她则冷冷淡淡地错开目光 有人在背地里讽她 说她那张脸长得勾魂射破 像急了她那个花魁娘亲 一瞧就是下剑胚子 我听着不爽 这种时候 我那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头 便能派上用场 我会端着醉文静贤淑的样子 笑不露耻 礼貌地提醒那些人 贤谈论人非 实非君子淑女所为 甚言甚言 与其背后说人短 不如静坐私几过 有时 我厌烦得很了 也会勾着笑 懒洋洋地给那些人讲 听说呀 地府分十八层 第一层 便是拔蛇地狱 凡事挑拨离间 多嘴多蛇 诽谤加害 说谎骗人者 死后都会被打入这一层 小鬼会掰开那人的嘴 铁钳加蛇 生生拔下 但是又飞一下拔下 而是拉长 慢拽 讲完 我面不改色 杨作淡然的谣善饮茶 天知道 我有多么厌恶他们的锅躁 天知道 我每天装闻梁淑女有多累 天知道 我烦得想拔了他们的舌头 这招总是比温言温语的提醒更奏效 每每我这样说 周围便会历时一片死寂 落真可闻 只不过 在奏效的手段 也偶尔会有意外 那一次 旁人听了我的拔蛇地狱之谈 皆收敛闭嘴 可偏偏 我背后却传来了一声淡淡的喝笑 我小心翼翼的回头 居然瞧见了秦燕 她不知何时来的 正站在我身后 一双深眸凝着我 似笑非笑 世上最尴尬之事莫过于此 我那时生怕她误会 急忙解释 秦少公子 我并非在背后议论你 我只是 可秦燕根本不带我说完 便博纯开河 换我名字 苏妙姑娘 我有些茫然 嗯 她问 若拔蛇地狱是第一层 那后面的十七层呢 又是怎样的地狱 我答 第二层是剪刀地狱 第三层铁树地狱 第四层镊镜地狱 说着说着 我便意识到不对 赶紧停了下来 我顶着京城才女的名头 读的应该都是闲者文章 朱子百家 地狱之说 是我从杂谈也至上乔来的 偶然一句无妨 可要是再往下数 内容实在过于阴间 便与我的身份很不相宜了 我有些气 偷偷瞪她 亏我之前还暗中维护她 她竟想坑我 秦燕却勾了勾唇脚 若有朝一日 能听苏妙姑娘将后面18层的故事都讲完就好了 这便是我积极之前 与秦燕的两次交集 第一次 我撞见她血中的狼狈 第二次 她看透我人前的伪装 所以 这个狼仔子 居然早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盯上我了 从记忆中回过神来 窗外日头已经吸血 我从秦燕的怀中离开 手中捏着她给我的那本穿玉制 随手翻了翻 以门而笑 秦燕 想知道第五层地狱是什么吗 她垂眸盯着我 一开口 尾音上聊 怎么 妙妙姑娘终于愿意讲了 我却道 下个月的丘烈为场 你我联手 若能赢了荣誉太子 我便讲给你听 这年的丘烈 会有一场刺杀 荣誉太子在这一局里救驾有功 经此一事 此后更是深得胜宠 可其实 荣誉早就获悉了 敌国那些刺客们的计划 她故意隐瞒不报 就是为了博得救驾之功 而我那树妹苏明炎 更是心思百绝 她避险途中 居然趁乱把我推到了刺客的刀下 意图要了我的命 是秦燕替我挨了一刀 又反手把那刺客杀了 可那刀上有毒 我至今记得她衣袍燃血的模样 上辈子 待这一刀所赐 秦燕落下了病根 以至于后来 她即便为己人臣 寻尽天下真要 也终究授数难续 这一事 我要让苏明炎和荣誉太子一起 来偿还这一刀的债 只不过 我却忘了 秦燕这疯子 向来是个贪心的 她凑近我 杨纯一笑 妙妙 不够的 我若赢了她 你得在洞房之夜的洗床上讲给我听 才行 秦燕思摩的气音在我耳边掀起热浪 我笑着答应她 好 听你的 抱着书册扶涕而下时 我听到秦燕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忽然有些相信妙妙姑娘先前的那些梦话了 妙妙姑娘忽然撞了信 待我这般好 是因为在那场梦魇里 有所遗憾吗 我回眸望她 诸多心酸 化作一句 是啊 梦里遗憾颇多 只见秦燕懒洋洋鞋靠着门 笑呼惑人 看来 那确实不是什么好梦 不过 我曾梦过妙妙上千遍 妙妙这才只梦了我一遍 依我看 妙妙不如摒弃幽丝 乖乖吃饭 好好睡觉 再多梦我几次 说不定下一次 便是好梦了 我鼻子一酸 不禁点头称是 我知她一直望着我 可我却不敢再去看她灼热的眼神 匆忙硬过 便赶紧走了 我生怕再待下去 会在她面前哭红了眼 上一世 她也说过不少情话 只是我从来都不大相信 自然也鲜少回应她 我见过她杀人时 血溅满身的样子 也见过她面无表情地 将人四肢斩下 泡到酒缸中 施以急刑的残忍手段 所以 她的情话 在那时的我听来 更像风话 尤其是当我得知 她爬上高位的手段之后 秦燕少时受尽欺辱灵虐 伤病诸多 为了韬光养晦 她故意隐忍不发 但她其实从小就偷偷地席闻 练剑 拉拢人才 她在暗中 伪装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专门与京城权贵们做生意敛财 看似卑贱如泥的少年 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堆经气欲 一切 只差一个青云直上的机会 机会随时可以谋 可她的余生 却被我毁了 秋日围猎的那场刺杀 她救我或许只是顺手 谁知那刀不惹眼 那毒雀致命 短短几年 便送她去见了阎王 她为时适赔大发了 起初几年 她尚可以靠药物为耻 装作身无大爱的样子 在朝中肆意翻动权柄 没人看出她的破绽 而我是在太傅府落败 被罚没入见及的那一年 才被秦燕带走的 当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 并不知道 那其实已经是秦燕生命的最后一年 我被她求在深院里 听到了从她房中 传来压抑不住的咳嗽 门到了她院子里经久不散的药气 又看到她呕血之后 来不及换下的脏衣 才知道了她的秘密 她倒也无意瞒我 甚至还学会了邪并图报 我都快死了 妙妙还不肯说两句好听的哄哄我 真是无情 你就那么喜欢太子 哼 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人说 冲喜能续命 要不 妙妙给我冲喜试试 不答应就算了 别用那刀子似的眼神瞪我 我这福底是能吃人吗 你就那么急着离开 等我死了 再放你走行不行 其实我与太子 顶多算是青梅竹马之意 谈不上喜欢或爱 更何况 当我得知是太子 害死我弟弟的那一刻起 对她就只剩下恨了 秦燕却闲来无事 总会酸上太子几句 一边酸还一边观察我的神色 我不信秦燕是真的看上了我 我猜她大概是不甘心 不甘心自己多年的绸缪 全毁在了救我的那一刻 所以她才求我于深院 要我陪着她 伺候她 以满足她那偏执的私欲 最无语宁耶的是 我从小养在身归 在太傅傅落败之前 连一丁点的重物都没提过 她却非要教我练剑 那剑沉得要死 我拿一会儿就手酸 赌气扔在地上不肯练 秦燕难得在我面前阴了脸 笔手你嫌短 刀剑你嫌沉 暗器你嫌丢不准 射剑你又嫌胳膊疼 妙妙的手真是金贵 到底教什么 你才肯学 我反唇相机 我学那些做什么 像你一样 动不动就杀人吗 她笑了 大约是气笑的 因为她笑过两声之后 脸色便骤然苍白 醋眉重壳 净搂出一口血来 我以为她终会放弃的 可她缓过来之后 却又淡然的是净唇边血腺 让我继续 还笑应地威胁我 妙妙今日若是还学不会摘叶飞花 便伺候我沐浴吧 可好 我心里骂她是疯子 可她这话却总有奇效 为了不去伺候她沐浴更衣 承欢身下 我到底学会了不少东西 只是渐渐地 我眼看着秦燕 秦燕从一个风华绝艳的公子 变成了垂死挣扎的困兽 她的手越发无力 她握不稳健了 也拿不动弓了 终于轮到我笑话她 你为奸作恶 即使身居高位 活着又有何去 待你死后 世上没人为你哭 他们只会欢呼 秦燕盯着我 反问 你也不会哭 我连想都不想 不会 她失神了一下 才缓缓吃笑 嗯 那活着确实无趣 我便诱导 那你为何还活 不如断了钥匙 死了干脆 她被我皱了也不怒 只是阴郁的脸上满是无奈 没良心的小黎奴 我若死了谁来护你 教了你半天 你却连只鸡都不肯杀 我若不把那些 想害你的人都杀尽 又怎么敢死 一般时候 她喜欢叫我喵喵 她说这名字像在换猫 所以 当她偶尔不怎么高兴时 便喊我小黎奴 等到秦燕终于肯放我离开的那日 她也是病容哭搞 她连说话都费极了力气 眼神却偏偏还带着狠意 我死后 你便不许再怨我 厌我了 否则我便化身厉鬼 夜夜逢你春梦 与你欢愉纠缠 饶你不得安 说到一半 她又忽然顿住 终究苦笑一声 无奈地红了眼 罢了 你放心吧 这个世上不会有鬼 也不会再有我了 后来 我才明白 秦燕这个人 不敬神佛 无畏善恶 可她却有自己的道 她给自己披上一层阎罗的皮 是为了踏入地狱 乱世朝堂 太多权力轻雅 她看不顺眼 便以杀指杀 以奸佞之道扫除奸佞 与那些贪婪的 恶心的灵魂不死不休 她杀掉的那些人里 每一个是好东西 全是她救出来的恶鬼 那些鬼害过我 也害过别人 只不过 他们都披上伪善的皮 直到最后 她被千夫所指 也只是冷冷一笑 没什么所谓 反正她从小就习惯了唾骂 反正她本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跑去为秦燕冲洗时 为时已晚 她躺在病榻上一梦不醒 直到咽气 也没能看到 我为她穿嫁衣的样子 我吻过她僵冷的唇 哭着对她说了无数遍对不起 那一刻 我多希望 世上有鬼 鬼来逢我 回府路上 我神思游荡 苏旭换我回神 长姐 秦家那个脏种没欺负你吧 她在京中名声可不怎么样 太子哥哥似乎不喜欢 你跟秦家那个脏种在一起 姐姐还是顾忌些为好 我看着苏旭 特别想告诉她 上辈子她死在了 她最相信的太子哥哥手里 而千里迢迢跑去替她收尸的 正是她看不上那个的秦家脏种 许是看出我神色不悦 苏旭终于收敛了语气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姐 你不高兴 我引导着反问 若将来 我与太子反目成仇 阿旭 你选谁 苏旭愣住 姐姐怎么会和太子成仇 我撩脸看着马车窗外 袭来攘往的人流 皇宫危险 东宫更是动荡 那是个会吃人的地方 你的太子哥哥 已经被吃掉了 苏旭意味深长地瞧着我 姐姐莫非知道了什么内情 不想嫁给太子哥哥了 爹爹还说 等下个月中秋宴时 皇上就要为你们拟纸赐婚了 我冷笑 放心 这道旨意 不会再落到我身上了 围猎刺杀发生在中秋宴之前 上一世 是秦燕用尽手段 拆了我与太子的亲事 这一次 我亲自来拆 回到太傅府后 侍女告诉我 苏明延已经被爹爹 罚去贵祠堂了 听说 还打了他的手板 三天不让给他饭吃 只准他喝茶水 苏明延原本提早回府 是准备抢占先机 玩一出恶人先告状的 可惜 我既然敢在秦府逗留 自然早已做足了准备 我虽然仍未回府 口信却早已借由苏旭的小思 先一步传到了父母的耳中 甚至就连苏明延为自己开脱 烦咬我的话术 我都让小思提前学给了他们听 我实在太了解苏明延的本事了 所以 苏明延回到府里 一通装无辜半柔弱的哭闹狡辩之后 我爹非但没有饶恕 反而将他罚得更重 我娘听说我被苏明延下了药 生怕我伤了身子 他亲自盯着我把补汤喝光 又把侍女都遣走 等屋内无人了 才红着眼睛 跟我抱在一起痛心的骂 我真心实意的带那丫头 谁承想竟养出个白眼狼来 那秦家少公子是什么名声 他竟敢要了你 把你塞到他的床侧 万一要是 我娘越说越激动 我生怕他下一句就要张口骂秦燕了 赶紧安抚打住 说了几句多亏秦燕帮忙的好话 而我娘听后 重点却落在 那秦燕也是齐了 外人不都说他是个浪荡的脏肿吗 他怎么会帮你 我轻轻地笑 所以呀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只不过 苏明延给我下的那药不算猛 后劲却足 秦燕上辈子教过我压制体内裂药的法子 可我到底学艺不经 当日我虽然无事 谁知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连发了好几场烧 神思迷蒙间 我总分不清是醒着还是睡着 是前世还是今朝 依稀间 我听到了许多声音 有大夫来为我诊脉 有父亲的叹息 有娘亲为我掉眼泪的哭叶声 还有人在我床边 拉住了我的手 壮若温柔地换我名字 是荣誉太子 他来看我了 我一听他的声音 又回忆起了很多画面 我看到了阿絮惨死的尸体 看到了母亲在得知阿絮的死讯后 变得痴痴傻傻 看到了年迈的父亲跪在荣誉的面前 求他手下留情 至少留我和母亲一条命的卑微模样 上辈子 荣誉靠我苏家的扶持 肃清了大部分对手 最后却又嫌我苏门功高盖主 他趁皇上病重 以太子监国之名揽权 那时 秦燕已是江国最年轻的首辅 只是他三天两头不上朝 似乎懒得很 很多人都骂他藐视太子 不敬皇权 其实那些人骂得没错 他的确藐视太子 但这却不是他不去上朝的原因 他不过是因为快死了 毒发次数越发频繁 才动辄就毙辅修养 太子声望见高 秦燕却越来越少露面 他渐渐不把秦燕放在眼里 太子监国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拔掉我们苏氏一族 飞鸟进 梁宫藏 狡兔死 走狗烹 他抄了我的家 把我落入剑籍 我站在沟兰院的门外 被老宝逼着唱艳词 沟兰院的烟渣男人们都在笑我 笑我从前端什么清高 今日还不是沦为浮花浪蕊 笑我这京城第一才女的初晚 会被卖得怎样的价钱 最后是秦燕终于从昏迷中醒来 获知消息 飞马而至 他大约感得太急 以至于唇色苍白 连呼吸之间 都带着淡淡血腥气 我来晚了 妙妙 他的声音在颤 眸中翻涌着浓烈的深情 还有压抑的暴怒 只是说到半途 秦燕又忽然顿住 在开口时 他已经换上了平日那副大奸臣的模样 谢谢冷艳的表情 妙妙姑娘大概喜欢温柔恭善的男子 我的确算不上 可现在你总该看清了吧 太子他更不是个玩意 你还不如跟了我 秦燕说着 便将我凶狠地扯进怀里 披上暖衣 照上帷帽 他当场拔剑 杀了那个逼我唱艳曲的老宝 又让人拔了那些笑我低贱的男人们的舌头 顺便挖了他们的眼睛 血流满地 他嚣张至此 人们却只敢在背后咒他这个全臣奸命不得好死 无一人敢去拦他的剑 最后他张扬地抱我离去 记忆的画面混混顿顿 我的耳边却再次传来荣誉太子的声音 妙妙 妙妙 妙他个鬼 秦燕唤我妙妙时 尾音上钩 连弃音都似引诱 可太子一叫我 却只让我反胃 恨意撑着我睁开了眼睛 荣誉见我醒来 脸上的担忧不似作假 算我手的力度也加重了几分 妙妙 你好些没有 我使劲抽回自己的手 泪出一身虚汗 殿下 请离远歇 我是强忍着 才没骂出滚这个字 荣誉眼神复杂地瞧着我 神色微微异将 妙妙 何意 我耐着性子 故作抱歉 我有慰疾 病中时常恶心 要是吐到殿下身上就不好了 荣誉默了默 虚余之后 温柔地称泽 妙妙这是何话 姑怎会嫌弃你 说吧 她还伸出手来 似是心疼般 想要抚摸我的发丝 我偏过头去 无声躲开 可我嫌弃你 荣誉的手在半途尴尬地顿住 眼色微沉 我扫尸了一圈屋内 一眼便认出了她送的那几样东西 一一指了过去 装作不知似的 初二 那展屋尘香是谁点的 还有那些糕点 快扔出去 这 这是太子殿下拿来的 初二有些为难 我索性呕了几声 这屋内香气交杂 我实在有些呛肋口 荣誉在擅长伪装温柔 也禁不住我这一连串的嫌恶 她的脸色登时变差 皮笑若不笑道 看来是孤待的东西不讨妙妙喜欢了 那便扔了吧 可是 东西丢了还不够 我最恶心的 是她这个人啊 于是我轻飘飘地看了荣誉一眼 又连忙捂住嘴 没开二度 哦 荣誉是东宫太子 何曾被人这样对待过 她连一丝笑文都装不出来了 只冷冷地丢下一句 既然妙妙不是 那孤改日再来 望着荣誉走远的背影 我缓了一口气 用命令侍女们也都出去 关好房门 这下 耳边彻底清静了 我摸了摸手腕上多出来的玉镯 出来吧 秦燕 我知道你在 那玉镯熟悉无比 秦燕上辈子给我戴上过 还不准我摘下来 那是她娘亲留给她的 唯一一件遗物 她曾视之如命 最后却送了我 只是 我那时不懂珍惜 一不小心就摔碎了她 秦燕失神地 对着那些碎片看了好久 她一片一片地俯身捡起 试图拼合 最后却又纯色苍白地笑 就这么不喜欢我送的东西 嗯 我死后 妙妙连一件我的东西都不想留吗 怪我 身在福中不知福 错把珍珠做鱼木 而今 这个镯子 又一次被她带回到了我的腕上 比上一世早了七年 我知道她来了 就在暗中的某处藏着 我神智都能想象出 她冷着一双凤眸看戏时 戏血又不屑的表情 果然 熟悉的人影从暗中走出 我被一双手拦腰抱起 秦燕用那双毫不掩饰占有欲的凤眸 勾魂式地凝视着我 我无奈 秦燕 放我下去 你未免太放肆了些 这可是我的闺房 她像一只被饿了数日 却还迟迟得不到燕足的瘦 妙妙姑娘前几日睡在我的床榻上时 抱着我又哭又笑 可比这放肆多了 我无言以对 她小心翼翼地吻了下我的眼睛 才恋恋不舍地将我放回床上 而后 她又伸出指尖 勾着我腕上的玉镯 顺势也勾起了我的手 用漫不经心般的语气 她开过光 专治恶心 她这是生怕我把镯子脱下来 胡舟的吧 还顺便讥讽了荣誉太子 果然 从刚才起她便藏在暗处 我知道她是装的 没人比我清楚 她有多么看重这个镯子 于是便道 是吗 那我得好好戴着 可不能磕了碰了她 她微症之后 松了口气 又像是被取悦了般 唇角上扬 嗯 妙妙 张嘴 嗯 昏昏沉沉间 她往我嘴里塞了一粒丸药 入口的一刹那 一股子苦味直冲天灵盖 我下意识就想吐出来 结果秦燕却似预料到我会如此一样 脖唇轻腹 直接封尖了我的唇 我身子僵住 只得将药乖乖咽了下去 念我尚在病中 又满脸通红 她才意犹未尽地放开我 待你养好了 再继续 我气喘连连地浮在她胸口 对这只病态的狼犊子没什么好气 秦少公子这是想把自己当药 胃给我吃 她嘀笑一声 妙妙果然知我心思 罢了 我服过她的药之后便神思困顿 昏昏欲睡 迷蒙间 我手背多了一抹异样的触感 我轻轻地撩了下眼皮 只见秦燕正痴迷地玩弄着我的手指 玩到心处 她居然轻轻咬了我一下 太子与我都牵过妙妙的手 妙妙更喜欢哪个 一见她的眼神 我就知道 这疯子又快刻着不住了 正簇着呢 我懒懒地腻她一眼 秦燕 别总自己找气瘦 是嫌自己瘦数耗损的还不够吗 这疯子的心性偏执 做什么都不惜命 少年时 她癌尽欺辱 咬着牙和血吞 以致常年病痛 练功时 她又追求极致 完全不顾身体脏腹的负荷 更是受了数不清的暗伤 她的瘦数早已不如常人 后来的经营和权势 都是她用命换的 上辈子 她为救我而中毒 更是提前终结了这一切 这辈子 我想让她尽量活得长久些 秦燕正了正 该是没想到 我竟连她这种秘密都知道 她凤眸微眯 语气上调 妙妙姑娘的本事真是大得很 是偷偷翻查了我的家底吗 我懒懒地抬手摸她的脸 故作调笑 怎么 怕我了 她谋色幽深 笑意微凉 怕你 呵 怕你知道之后 嫌我命短 不肯嫁了 算吗 则 狼独子又在装委屈了 闭嘴 说什么命短 我实在听不得这些 便狠狠扫了她一眼 既然太子让你不顺气 早日弄死就是 我不知道秦燕是什么时候走的 等我在睡过一夜醒来时 高热已退 身体大好 秦燕的药 果然好时 而在我昏睡的那几日里 苏明言在秦府意图陷害我的事 早已经传遍了京都 不必说 这之中自然有秦燕的手笔 那疯子 一向牙子必报 上辈子她全因苏明言是我树妹 才迟迟忍着没下手 这次大约事件 我跟苏明言并不对付 就无所顾忌了 苏明言虚弱不堪地跪完了词堂 等她重见天日的时候 外头早已换了天 她在父亲的勒令下 来给我道歉 被罚了几天之后 她雷若地仿佛风一吹就要倒 惨白着一张脸 可一见了我 眼神却冷得像条毒蛇 苏明言 你是早就知道了我的计划 故意等在秦燕的房里 反手坑我呢 有意思 她居然不装了 看来贵祠堂的这段时间 她琢磨了不少东西 我玩弄着自己手指甲上的扣单 苏明言 你费尽心思地害我 不就是想勾搭荣誉太子吗 我让给你 可好 苏明言大概怎么都没想到 我会说出这种话 直接愣了 在开口时 她一改之前的态度 姐姐 你说什么 原来我只有把太子让给她 她才肯叫我一声姐姐 怪不得上一世 苏明言与我冷了那么久 却在我因苏续之死与太子决裂后 久违地跑到我房里 假生假气地换了我一声长姐 而苏家落败受难之时 也唯有她毫发无伤 一尘不染 她站在满院狼藉之间 居高临下 语气猖狂地骂我蠢 她说我蠢到房来房去 也没防住她偷偷跑去父亲的书房里 去放那些栽赃嫁祸的书信 我的父亲 也是她的父亲 太父府 也是她的家 我确实没料到 她会为了讨好太子 把自己的亲族都搭进去 我质问她何至于此 她却疯癫地笑 什么叫我为了讨好太子 呵 我只是要借太子的手 毁了这座太父府罢了 你们还记得我姨娘是怎么死的吗 忘在了庄子里 活活病死 你们却连个牌位都不肯给她立 我恨爹爹 恨你 更恨你娘 我要你们受尽苦楚 不得翻身 对了 你知道你娘是怎么疯的吗 我给她下了好几年的药 原本很小心 只是一点一点的加量 直到苏续死后 我才决定该给她个痛快了 疯了才好啊 我姨娘死之前也疯了 她疯着叫爹爹的名字 叫你娘的名字 要你们去陪葬呢 从那时起 我才真正认识她 原来 我与母亲看在血缘的份上 多番容忍的树妹 竟然不配为人 苏明岩的生母 柳姨娘 原本就是个贪心不足的 她眼红我母亲的正头娘子之位 在我母亲病中下手毒害 差点要了我母亲的命 我爹爹虽然纳妾 却也还算拎得清 她查清真相后 明白柳姨娘这样的妇人不能再留 便仗则她一通 打发去了庄子里 那一年的冬天 我娘服大命大 挨了过来 而柳姨娘却先封后病 最后死在了那里 从那之后 我母亲便将苏明岩养在了自己膝下 尽心教导 也算尽好了嫡母的责任 可谁又能想到 苏明岩外表乖顺懂事 其实早就续下滔天的恨意 她费尽心机 跟太子上一条船 然后 又把所有血亲 推向了深渊 今时今日 重开一局 我明白 苏明岩早已烂到了根子里 救无可救 我懒得再看她那副虚伪的面孔 全是为了作戏 才耐着性子跟她演下去 我说 妹妹不用再费尽心机地坑我 你既然喜欢太子 我便让给你 说来说去 不过一个男人罢了 只有一点 你是庶女 皇上和皇后 不会让你给太子做正妃 依我看 你奴把力 混个侧妃吧 苏明岩盯我的眼神如同见鬼 显然还是不大相信 苏妙 难道你不想嫁给太子了 我深吸一口气 用上一世跟她学习的精髓演技 尽数还诸于她 若因太子 使你我姐妹生出嫌隙 那我宁可不嫁 我眼圈泛红 看起来颇为真诚 苏明岩将愣在原地半上 才扯动嘴角 如看傻子一般 讽刺地笑了我一声 那我还真是得谢谢姐姐了 不如 姐姐送佛送到西 索性多挫合几次 直接把我送到太子侧妃的位子上 我文言 故意沉默了一下 后又装作被她刺痛 强称面子的模样 勉强称起笑容 好 苏明岩 我送你 送你上西天 送你下地狱 从那之后 每每荣誉太子再来瞧我 苏明岩都会恬不知耻地凑在一边 我也不说什么 就故意纵着她与太子纠缠 再到后面 我索性不出门了 直接窝在柜中看书 反正 苏明岩一直盯着院内 太子来了 她自会使出浑身解数去勾 而春儿却常常在屋里气得直跺脚 小姐 您是没看见 二小姐的身子都快凑到太子怀里去了 二小姐今日为太子吃糕点 竟然为了快自己吃了一半的 太子殿下分明说是来看你的 怎么每次都跟二小姐待在一处啊 我笑 因为她左右摇摆 想将姐妹通吃啊 又过了几日 荣誉终于来堵我的门了 妙妙 你到底怎么了 要躲我到什么时候 她的声音温柔浅犬 却又有些受伤 似乎我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 伤了她的心一样 可笑 明明是恶鬼 却披着神佛的皮像 就快了 她的好日子 就快到头了 我端着龟秀的身姿做牌 落落大方的朝后退步 朝中风起云涌 正是关键时期 我想着 若总缠着殿下 怕外人会非议殿下贪于儿女之情 荣誉听我这样说 脸色骤然僵硬 于她而言 频繁来往太夫府 本身就是谋局的手段之一 她在罗织温柔网 意图把我们与她绑在一起 其实她步步为营 费了数年的心血 与我们交好到这种程度 已经算是滴水不漏 可我却偏要提醒她 我要让她慌 让她挣扎 欣赏她措手不及的样子 果然 她的神色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那张温柔的面具上 仿佛出现了裂缝 她笑得勉强 还是妙妙思虑周全 为孤着想 她与气带着试探 我却但笑不语 全凭她自己去猜 太子走后 苏明延又找上了我 显然 她是得知了太子 私下来找我的消息 才不放心 赶过来探我口风的 这些日子 在我的故意宽纵下 苏明延早已懒得在伪装 从前 她是温柔乖顺 心胸豁达 不限黄金雷 不限白玉杯的小白兔 而今 她全然像换了个人 张扬霸道 但凡有哪个下人 一句话不顺她的意 她仰手便打 连父母亲的训斥 她也不怎么放在眼里 俨然已经将自己 当成未来的太子妃了 她推开我房门的一刹那 我忽然觉得 她脸上的表情十分眼熟 那是一张渡火中烧 愈合南平的脸 与她那个早死的姨娘 如出一辙 从前那些年 她装得那么好 倒还真是难为她了 苏妙 你的手段真是让我佩服 嘴上说着把太子让给我 现在却又把太子 往你房里勾 你方才又和太子 说了些什么 她压低声音 语气里都是翻滚的度议 我演得敷衍 细血地看着她 实话实说 她来质问我 为何要躲她 我总将她推给你 她伤心了 苏明言的表情 瞬间沉了下去 不可能 她明明 话说一半 她突然耿住 我自是要推她一把 是的 她明明是喜欢你的 她认你聊播 也认你欢闹 可是苏明言 你做的还不够 你学的那些 都是低等妓子才用的手段 听到我骂她像是妓子 她猛地抬头 眼神阴毒地盯着我 像是想要将我撕碎 可是 她又还想听我继续教下去 便只能强忍着 那你说 什么样的手段才高明 我撑着下巴 缓缓到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情谊 对一个太子而言 是最无用的 你要给她的 应该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的经验 若你实在经验不了 也无妨 男儿可以强取 女儿自然也可以强架 你只需在最引人注目的场合 把一道推卸不得的责任 压在她的身上就行 苏明言冷笑 责任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给她下药吧 这又和继子有何不同 苏妙 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 她可是太子 我若真有此举 非但不能得手 反而会被处死 我不禁吃笑 还有一种责任 你忘了吗 什么样的恩情 当以身相报 苏明言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恍恶一般 男男出生 救命之恩 当以身相报 我轻轻地在她心头埋下欲望的种子 没错 她是太子 位高权重惹人眼 每年总难免会有那么两次遭遇危险的时候 到了关键时刻 肯不肯一搏 就看你的选择了 苏明言沉吟了虚语 傅又抬头 对我露出那抹看似娇柔实则讥讽的笑 姐姐果然是京城第一才女 各种露术 样样精通了 我非但不弃 反而笑了 因为她能这样说 便代表着 我给她埋下的那颗种子 开始扎根了 秋冽如期而至 皇后难得陪皇上出了宫 她换上了冽符 与皇上笑谈着今日要多列几只野位 要让她见识见识 将门虎女的本事 皇上则丝毫不避讳地流露出对皇后的尊宠 嗯 正知小皇后本事大 正今日的口粮 就指望皇后出手了 众臣文言 纷纷陪笑 唯有荣誉太子 唇边的笑虎很僵 这便是她这些年最尴尬的处境 当今皇后并非太子生母 确切地说 她是季后 而太子 是先皇后的儿子 皇后娘娘年约三十出头 出身将门 西夏有一皇子 乃景王 今年十二岁 聪颖沉稳 皇帝与宪皇后间谍情深 她这个太子夹在当中步步维艰 为了保住东宫之位 机关算尽 慢慢地 她就连自己的良心 也算计丢了 隔着人流 我望向秦燕 她还似从前亮静静坐在一片喧嚣之中 眼神苍冷 只不过 这一次 她带了她的剑 抬眸间 秦燕对上我的目光 但唇微钩 我经过她身侧时 她偷偷勾住了我的小指 我担心人多眼砸 影响计划 赶紧策谋 瞪她 让她收敛些 她面容端的一派清冷疏离 实际却压低了声线 刺客一撩拨 又似委屈哀求 内宅书阁之内 画作已堆成小山 妙妙何时肯前去一关 我一想到那些活色生香的画面 便心颤不已 这疯子 这种时候了 她还在想这种事 我暗暗计算着时辰 知道南疆国的刺客马上就要从天讲 我低声提醒她 不许受伤 受伤就会死 我之前也和她说了许多次 许是我的眼神太过于关心和严肃 秦燕的唇角浮起勾魂射破的笑 放肆地贴着我耳廓 先前 我做了妙妙的药 今日 我来当妙妙的刀 还没能当成妙妙的狼呢 怎舍得去死 这又疯又狠的狼独自说起情话来 就像是在给人下情谷的 只是 我还来不及深思 下一刻 打杀生已如浪潮般翻涌而至 刀光剑影 猎场一片混乱 高呼救驾的 四处奔逃的 卖命刺杀的 秦燕在铺天盖地的杀生中 寸我笑了一下 乖 按照计划 藏好等我 说吧 她便拔剑出鞘 飞身杀去 可我的计划 却并不是乖乖藏好 这可是我期待已久的狩猎场 藏 不可能的 我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处 在一片混乱中 目光扫过四周 先是荣誉太子 他一如上一世 看似沉着冷静地在遇敌 可他嘴角却掠过了算计的笑 在他眼里 这群刺客 就是他千谋万算之后 故意放进来 攻他变脚薄利的猎物 再是苏明言 他就坐在我身侧 苏明言已经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厮杀吓傻了 下意识地就想跑 我却淡定地拉住他 给他使了个眼色 只是转瞬之间 他就看懂了我的眼神 停下了奔逃的动作 他转头望向了太子 眸光中透出一抹热切 嘴里忍不住念出了声 救命之恩 才能以身相报 救命之恩 没错 他记起来了 此时此刻 正是他先前苦苦等待的机会 我在暗处低头 唇角满意地勾起了嘴角 这一世 我已不再是他的首要目标 在我的引诱下 太子变成了他的猎物 而在我眼里 所有人都已经成了天地间暗淡的一片 唯有琴艳 悬袍烈 如同从地狱爬上来索命的阎罗恶鬼 又如同从天而降救赎人间的神奇仙迹 刺客的刀逼近了皇上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剑光掠过 刺客被斩猴而死 秦燕救了天子的命 天子望着他 声音是劫后余生的颤动 你是谁家的公子 他神色淡淡地拦在皇帝身前 一步杀一人 锋芒掠过之处 鲜血纷飞 如火焰 如荼靡 而他站在血色中 缓缓念出姓名 低沉清冷 我是秦燕 那一刻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望着他 没人敢信 在京城里名声 臭了十几年的秦家小脏种 竟这般狠力决然 就连秦燕的亲爹 都瞠目结舌 所有人都觉得 他就是暗沟里的脏泥 任谁看不顺眼了 都可以将他踩踏 他们早就忘了 秦燕他 本就该是这般张扬热忱 精彩绝艳的少年 而不远处的荣誉太子 也正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在他的计划里 前去救嫁的人 本该是他 被震惊得失了神 刀剑无眼 一旦失神 便处处都成破绽 刺客们眼见秦燕在皇帝身侧守卫 根本杀不动 便将目光全数转到了太子的身上 苏明延便是在这时出现的 太子小心 他惊呼一声 下了决心般很扑上前 给太子挡了一剑 灯时 鲜血满身 太子回过神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倒在自己怀中的苏明延 再次被震惊一脸 你怎么冲过来了 我遥遥观望这一幕 甚至有点想笑 不怪太子惊讶 韦时是因为 他算计人心多年 苏明延在他眼里大约 就是个可以随意动弄的棋子 他那点贪欲 怕是早已被太子看穿 太子就算是想到了自己会死 都想不到苏明延竟会替他挡剑 苏明延算计的还算精巧 我看得清楚 那一刀看起来刺得深 实际却没伤到什么要害 只可惜 他不知道的是 剑上有毒 他看似还活着 却与死无异了 可笑的是 他还不知道 苏明延疼得脸色扭曲 也不忘抓紧利用时机表白心计 太子哥哥 我心悦你多年 为你挡剑 纵死无憾 太子那张脸音的像是剑鬼一样 偏偏又在此时 人群中传来高呼声 太子有难 快来护驾 就驾呀 呼声越来越烈 前去保护太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帝后身边的人 却越来越少 皇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勾了勾嘴角 太子这些年暗中结党 呼声太高 可不是什么好事 危及性命的关头 人心紧张之下 只需有人牵头高呼一声 效果便可达到 一切皆如预料 而我还在等一个人 我闭上眼 终于听到耳后传来了破风声 他来了 我等的 是上一世 意图杀我的那个人 是他 伤到了秦燕 最终害得秦燕缠面病态 短命早逝 他就在我的身后 我听到了他拔剑的声音 到了 准备多时的我骤然回身 用藏在袖中的匕首 狠狠地划破了他的吼 我的本事都是秦燕焦的 他那时已病入膏肓 多说两句话都会累得面无血色 却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 妙妙 杀人时 要对准要害 不得有一丝犹豫 滚烫的血从那刺客的颈尖喷薄而出 染脏了我的衣裙 剑脏了我的脸 他高举着剑 目自欲裂 我在血光中 细血地勾起唇角 之所以 我一直忍着 没去帮他 就是因为 我在等着亲手杀你呢 那刺客倒下时 还在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而我 踩着他的尸体 走向了秦燕 恰在此时 我又看到 有人正朝秦燕的背后出刀 我脸色一沉 迅速射出两片叶子 叶子刺瞎了那人的眼睛 秦燕回眸 一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地上那两片沾血的秋叶 我玩耳道 摘叶飞花 正是上一世 我对他冷嘲热讽 将他气到吐血 都不肯学的那一招 也是他后来威胁我 若是学不会 就得去伺候他沐浴 的那一招 摘叶飞花 他眉眼威扬 一边继续杀人 一边弯唇淡笑 练得不错 可有师父 我弯了弯唇脚 心上人交道 秦燕的眼神里 瞬间爆发出了 压抑不住的嫉妒 心上人 呵 仿佛下一秒 他就要去娶我那心上人的狗头了 我只得说实话安抚 我是跟你学的 在梦里 秦燕 我勾笑 所以 你就是我师父 也是我的心上人 我是太夫妇嫡女 京城第一才女 世家贵女之楷模 我端庄柔书 笑不露齿 我本该退在 氏族家眷的队伍里 与那些女眷们 一起瑟瑟发抖 可我却站在秦燕的身边 与她一起 互嫁在地后的身前 她渐气过畜 人死如麻 我拈弓搭剑 三剑齐发 所有人都傻眼地 看着我与她 他们生来 就被庇护在 氏族光环下 其中不乏年少时 欺辱过秦燕的 顽固公子们 可这一刻 他们却只敢 色缩在我和秦燕的身后 他们成了胆小的鼠 成了肮脏的泥 当厮杀落幕 我与秦燕并肩 淡淡看着眼前的血色一片 秦燕低声问 妙妙姑娘 我这把刀 你用起来 可趁手否 我弯唇点头 自是不错 秦燕便笑了 她那张如玉如雪般冷白的脸上 溅染了死人的血 更衬出了她眉眼间的妖美之气 妙妙满意就好 我当然满意 刺客已死 苏明炎中了毒 也会死 至于荣誉太子 此战之后 更会成为秋后蚂蚱 也活不长了 上辈子伤过她 害过她之人 都被我算计殆尽 截至此刻 只剩最后一个 那便是我自己 于是我问她 秦燕 若有一人 你曾对她千万般好 几乎为她挖心抛肝 她却始终不信你 最后令你抱哈中 下一次轮回在狱 你会恨她吗 又希望她如何偿还于你 她正擦拭着渐尖的血迹 伦我所言 便站在尸堆里 直勾勾望着我 我无力不起早 若对人好 必然是因她先前 曾对我更好过 我既敢挖心抛肝 将命给她 也定是她先给了我 比命更重要的东西 若她不信我 何该是我做了错事 才惹得她误会 既如此 我恨她做什么 她又有什么好偿还的 若有轮回 我只会想方设法 把她拢在身侧 待她好上家好 让她信我一次 我脑中嗡的一下 泪光夺目而出 她脸一沉 裹着一身利器上前问我 语气是从未见过的惊慌 哭什么 伤到哪了 我却再也不顾及什么场合 一头扑进她怀里 秦燕 你真是病得不轻 不只是疯子 更是个傻子 她浑身都僵住了 连手中的剑都掉落在地 缓了许久 她才慢慢勾起唇角 声音低雅的叹气 充满了克制 妙妙 你再不放手 我可真要认不住了 丘烈刺杀过后 有人告发太子 提前知道了刺客的计划 却隐瞒不报 其心可诛 有人告发太子结党营私 图谋不轨 证据一波又一波的递上去 自然 这些都是秦燕那疯子的手笔 皇帝一怒之下 费了荣誉的太子之位 将他打入天牢 一场丘烈 让荣誉多年谋划 毁于一旦 也让秦燕青云之上 一跃成了朝廷的新贵宠臣 而我也收获了赏赐无数 父母和阿絮纷纷诧异 我在丘烈时所暴露的本性 竟与平时那么天差地别 他们又问我何时学的剑术 我信口胡周了一个理由 他们纵然不信 却也并不在意 父亲说 这些年辛苦你了 只怪内宅天地太小 财女书名太重 才使你不得不收莲本性 阿絮说 长姐 你射箭的时候 都把我给看傻眼了 若你生在别家 不是我长姐 我定要八台大轿 娶你当媳妇的 父亲听后 直接一巴掌胡在阿絮的后脑勺上 没规没矩 怎么跟你长姐说话的 让外人听了笑话 母亲在旁边温婉和煦地笑 难得 家宅总算不再鸡飞狗跳 在这之前 我和父亲一起带人搜出了苏明岩 给母亲下药的证据 父亲气得不行 他一向是最看重体面的人 却狠狠地骂了苏明岩四五个时辰 骂到他自己口干舌燥 头晕眼花 才终于些口气 苏明岩没有勤验那一身本事 中过一箭之后 已经夺入脏腑 他就躺在床榻上 听着父亲的骂声 脸上却在疯癫地笑 他满口乌言晦语 回骂父亲是老杂种 他甚至还在幻想 自己马上就要当太子妃了 以后要治我们全家的罪 让我们全族都去给他姻娘陪葬 他病息奄奄 神思恍惚 他根本不知朝堂风云巨变 也根本不知 自己已经熬不过几日 很快 他就咽了气 听母亲说 苏明岩死的那天夜里 父亲又痛心地哭了一场 他频频反思自己对儿女的教导 也算尽责 怎么偏偏就养出了一个苏明岩 这样不忠不孝的白眼狼 可这世间诸事 本就难以言说 有些恶 也并非善良就能化解 就像荣誉太子在天牢内自枪时 还不忘留下血书 那封血书写进了 他在东宫步步经心的艰难 却只字不提那些死在他手下的亡魂 他根本没有对王者的悔意 其实上一世 太子也没有赢 那一年 秦燕就吓了我 同时也暗中就吓了我的亲族家人 我爹爹又联合了秦燕一派的势力 因形式过于机密危险 最终秦燕扳倒了太子 只不过他自己也倒下了而已 时隔今年 我又恍惚记起 荣誉第一次微服出宫 见到街边讨饭的企儿时 满眼不可置信的模样 那个小小的太子 龙手握拳 眼眶红红的对我说 妙妙 待我日后为皇 必要让这世间再无饿死瓢 再无冻死骨 那时青梅豆蔻 少年温柔 他也曾带人以针 也曾光风济月 可不知从何时起 少年就渐渐不在了 他致死都没有再回来 中秋龙燕 并为因为猎场的刺杀 和太子的落败而耽误 我受邀入宫 秦燕也在殿上 我与他 如今已经是 帝后二人最宠的士族后辈 龙燕的歌舞声宵 粉饰着血腥过后的太平 帝后并坐在高位置上 皇上表情慈爱地问我二人 苏妙 秦燕 除去先前那些赏赐 你们可有什么别的想要的 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我与秦燕对视一眼 秦燕的容色本就出众 如今他这一身飞衣 更趁他那双清冷的眉眼 如画似妖 勾人心魄 他起身回话 意味深长 沉 想娶妻了 大殿之上有片刻的寂静 很快 就笑声一片 秦燕却在这一片生肖中 暗暗朝我侧过了眼 帝后听得忍俊不禁 皇上又转过话头来问我 那妙妙呢 你想要什么 我低眉一笑 臣女 想嫁人了 当夜 圣旨班下 中秋佳节 天子赐婚 秦苏结音 择日嫁娶 半年过后 秦燕便另辟了府邸 娶我过门 红装涂满了整座京城 洞房之夜 她带我去看了那满是 活色生香的画卷 卷中姑娘栩栩如生 一颦一笑皆是我 只是看着看着 我忽然发现了异样 其中有一幅 绘得是我穿嫁衣的模样 那画中的嫁衣 并无今朝这般奢华 而我在画中的表情 也尽显悲伤 我认出来了 那是我上一世 为秦燕充喜时所穿的嫁衣 可她那时已经不在人世 她根本就从未见过 我为她穿嫁衣的模样 秦燕 你这画中场景 从何而来 我红着眼眶 声音颤抖地问她 她的眸中 溢出了近乎偏执的深情 语气却是小心翼翼 这幅是前几日画的 那日 我忽然入了一场梦魇 梦中 我记不清前尘为何 只看到你终于嫁了我 可我不知怎么的 却早早死了 任你哭我换我 我都不能给你回应 后来我又看到 你穿着嫁衣入了我的关 说怕我黄泉路了 便放了一把火 可你却在那场火中 与我共产而眠 没有走出去 噩梦醒来 我心头脚痛难忍 直到画下这幅 才有所缓事 我窝在她怀里 眼睛越发通红 秦燕却捏着我的哭脸 放肆地笑 傻不傻 噩梦全都是反的 美梦 才是真的 我连连点头称是 她便咬着我的耳唇 抱我入榻 唇齿间 冰难我的名字 没良心的小黎奴 你可真是让我好等 言罢 她垂手落下了细密的吻 秦燕 你曾生不逢时 我曾爱不逢人 而今 人间众生 风流百昧 江南春雨 长河落日 我皆看过 皆不如你